Shi Mom的朋友你們好 我是林安 我和我先生都很喜歡看書 所以你有這樣的氛圍 他們就… 基本上以前就是陪伴他們閱讀 現在就自動波了 自己看書 因為我很怕用一個很媽媽的風格 叫他們點點點點點 因為始終很多東西要他們自己經驗學習 所以我覺得書是一個非常好溝通的橋樑 譬如有一陣子我女兒經常問身體有關 為何我們身體是這樣的結構 為何有肚臍 為何會問很多 有時我不會知道所有東西 但我開始買了一些關於人體 但有些比較有趣 中英也有 有些疑問他們自動問媽媽 為何我們會打黑癡 為何我們會這樣 為何一燒傷便會覺得痛 他們自動有一個旅程 他們自己在尋找答案的時候 有一個過程 而那個過程是會消化到 而是跟他們一輩子的 他們不會忘記 但我不想經我把口說給他們 我這次來到紅磡火星 我看到有一個自己專屬 展示我過去這五年的圖書 潰本系列的書籍 我突然覺得 因為由第一年說 Sophie是一歲幾兩歲 我覺得每一年的書 其實靈感真的直接來自他們 因為書是給小朋友 我經常覺得我們要提醒自己 站在小朋友的角度去看世界 原先我們打算三個故事書 三個遊戲書 後來我和日本藝術家 Yumi合作 我設定有三個故事 我把它翻譯給他們看 他按照故事的文字去畫這些圖畫 於是我覺得未當日很好 同事就給回報告 他說既然是玩 不如我們拿走文字 我反而覺得 出奇有一個很意想不到的效果 就是我們拿走文字 十個小朋友看同一本書 有十個不同的版本 因為它有那些圖畫 但它的創作空間大了很多 所以我很喜歡 我覺得就是這樣 就是玩 就是讓他們天馬行康去想一些 或是日文叫Kuso Kuso即是空想 我在戶苗做研究的時候 其實很多的性侵 都是跟你認識的人 所以其實你還要在餐的時候 去看這些書 關於如何保護自己 其實是很大膽的 我去年都很害怕 也不支持 但他們都很支持我 如果你看去年 戶苗的六本書的時候 你沒有這樣的經驗 你當作是普通的故事書 這樣看就完結了 但如果你真的有這樣的經驗 其實裏面有很多恐懼 裏面有很多擔心 憂慮 我覺得去年是很難得的 在夜市場上 你不可以的 更多美 你會不會的 我會不會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